英文另一個契機發展 中國傳統 Hola, British N dioxide and all these cultures 第二 商人對中國傳統的ным II Oscar 較為接觸顯著現實單位 Dwight Talks 这里我就想以中国的水墨化作为一个案例来对这个问题说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前不久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举行了一个关于水墨化方面的一个展览 这些展览是一方面说明了美国的同行们开始对中国的水墨化感兴趣和投疑非常大的热情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在当下对于中国水墨这个传统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和偏差 对于美国的现代 因为地图场的工作 总统是这里所提供的一部分 我们的一些美国的美国的美国有多多的影响 在中国面前 其他美国有多的有多很厉害 那麼這裡有一些圖片就是大多會這次展覽展述的一些作品 那麼這個裡頭呢 這個只有這一位 這一位叫胡娜 他是在唐州的浙江美術學院 中國美術學院是真正學過水果化的 那麼其他的其實是完全沒有學過美術學化的 這裡有些畫面的文章 從這個新的展覽和《Metropology Museum》 其中所有的文章 只有一位在外面的藝術 是藝術師胡娜家 他有背景的研究 在中國的藝術研究院 所有藝術師在這個展覽 都沒有接受藝術研究院 那麼其他的這些作品呢 只能說他們是中國人做的 同時或者是跟毛畢有點關係 或者是跟木屋這個水質顏料有一點關係的 除此此外 其實他們與鐵光碼沒有關係 在這兩章的展覽 在這兩章的展覽 如果我們會把所有藝術研究竟 都可以看到 所有藝術研究竟 都可以看到 所有藝術研究竟 都可以看到 對象一樣的一些作品 實際上完全能水墨無關 例如 What can you do with ink penchin? 这样的一种误解实际上不仅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同样当中存在 就是在中国国内的美术界当中也存在这样一种误解 Social misinterpretation of this tradition What can happen among our colleagu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but also in China? 所以出现这种误解的原因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这个水墨化的内在的文化结构不了解 不知道 I believe it's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to have this misinterpretation What can happen is a lack of acknowledgem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ner-cultural system behind the English tradition 所以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很简单地说一下 就是什么是中国的传统 So for the next part of my lecture I have to go back a little bit to go through a brief discussion on what is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art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够讲得非常简略 所以呢 从顾凯之开始的那一段 多久了 因为略过去了 但是呢 是从唐代 唐代宋代 这个时候开始讲起 也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 这个 规划 视觉医学的发展 从雾凯之内的时候 到唐代 北宋这一段 是 以表达 客观对象的神情神态 为主要的追求的目标 那就是这一段的追求目标 在中国人当中有一个词 是 这一段时间的 我们不能够返回到 最初的中国的建筑 建筑 其实 我们想起来 这一段时间 由 中国人的建筑 因此,研究的研究是由唐忠和宗隆隆 在这段期间,所有的研究是中国的研究 有关的影响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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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影响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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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的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说中国绘化传统 我们暂时给它做成2000年的话 我们能够拿到 拿到这个 有一季有东西可以看到 大概是2000年 在这2000年当中 前面一千年 主要做的事情是 尽可能地把客观对象画像 通过画像 然后把客观的精神表达出来 如果我们说 中国绘化传统有2000年的历史 我们将终于第一千年和第二千年 在中国绘化传统 我们将在前半段 实际上跟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的规划 它是有很大的共同性的 也就是都把绘化看成是 通过一个平面的视觉形象来反映 可以表达客观的世界为人 但是到了宋来 也就是我们现在回溯过去大概有千年左右 就是那个时候 中国绘化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文人 就是文化名人开始左右绘化发展的方向 然后提出了一个内心化的发展道路 内在化的发展道路 但是在这种状态 大概是一千年以后 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在中国绘化的变化 这变化的变化是 所以我们说在中国绘化的发展历史上 唐代和北宋是一个写实主义的高峰 也就是说到了唐和北宋 中国人已经可以把对象画得很像 但是到了宋以后 就开始向不像的方向发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元代完成的 所以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 在唐和苏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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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atl下前 在唐和苏洋中 一千年年龐 这些情况是不太大 在唐和苏洋中 在唐和苏洋中 那么这个转折是绘画作品的根本目的一个转折 在这之前是表现客观对象为主 在这之后是表现艺术家的内心的精神为主 正式这个转折使得中国绘画的发展道路 那个时候开始揣了一个弯 从此以后中国绘画的发展道路 跟世界上其他地区绘画的发展道路不一样 这个是北宋的人物画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它不是有油画颜料 但是它的表现客观对象的问题上已经画得非常到位 这个是北宋的三句话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话也是在表现客观的自然风景 这个问题上面也已经画得非常到位 这是一个人的意见 但在最后一段时间的意见 我们可以看到目标的表现 就是在表现客观对象的主要目的 也就是在高级的上位 那么像这样的作品 才是以表现客观对象的主要目的 这两个作品是在表现客观对象的主要目的 这两个作品还是在表现客观对象的主要目的 这个就是原来四大家之一的仪战的作品 这个转折是从宋代的苏东坡米弗这几位大文化名人提出主张和概念 由原来的原世家为主的艺术家完成的这个转折 这次转折是由高文化的文化的文化 在高文化的文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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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画面上看来这个变化非常细微 但实际上这在当时发生了一场绘画视觉艺术上的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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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我們去看這一張 We go back to the detail of the North Zon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andscape painting 就是在這一張重要的作品當中 它上面用的這個墨的線 是很確定的線的形狀 是很明細的 We go back to the detail of the North Zone landscape painting If we see the lines We can see the lines very clear and the shape is clear 但是到了100這裡 At the U.N. Dynasty 它的線 產生了非常豐富和細微的變化 so we can find very rich and subtle change on the lines at this U.N. Dynasty piece 就是它的這種村法 那個樹的這個 the way he used the brush strip the way he scrap how the brush scrap on the paper and the way he described the tree 這個在用米的這個表現上 要輕鬆、淋薄、變滿多、而且有鋪濕、濃淡等各種表現 the brush strip becomes more relaxed more flexible more variety and also we can see the variation between dry and damp and heavy and light 比如說它的樹葉畫得非常輕鬆 the lips are drawn in a more relaxed way 跟前面相比 comparing to earlier works 這個比較白白一點 後面的一個比較白白一點 Aerle work and the Nelson Dynasty is comparatively much more rated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原來的重大的專則 this is what we call a major change finally happened at the U.N. Dynasty 這個轉則如果我們拿西方美術史上的轉則來比較的話 它相當於歐洲的古典學院派的印象派的轉則 if we refer this change into the context of Western Art History we will refer this change towards the change in Western from the classical traditional style to the Impressionism 正是這個轉則把中國繪畫帶上了一個主觀表現的一條新的道路 it will make a change to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into a new field towards a subjective presentation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藝術家所關注的不是風景 不是對象化的這個風景 而是關注的是怎麼來畫這個風景 就是畫的過程 關注的風景成為畫的過程 而不是對象 而是對象化的過程 從這個時候開始 中國的這些文人文化玩家等作品 就出現了一個很多西方很有不理解的現象 就是不斷地重複地畫同一個題材和同一種過程 Also from this time, the intellectual paintings in China present a phenomenon that many colleagues can hardly understand that is, they repeatedly do the same theme and the same similar composition 像在他的畫基本上都是這樣的過程形式 而是在一種過程的過程 他表現的對象是怎麼樣的 但是他在畫的時候的心態是不一樣的 他表現的對象是怎麼樣的 但是他在畫的時候的心態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以為自己的同一種過程 這個原代的這個變化 被後人一再地去討論 尤其是到了民難 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我叫董東奇昌對於元代人的變化 就是試圖進行理論上的總結 當中的主要經歷 我們遇到一個重要的角色 就是教育和教育的教育 他試圖進行理論上的改變 董奇昌的作品當中 就有一個更加強的特點 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寫清楚 這張法是學誰 學哪一個人 這張法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狀況 在幾乎所有的範圍像這個 董奇昌的範圍和元代人 在幾乎所有的範圍 他寫著 我以後學後的教育 在幾乎世代的教育 這裏就寫清楚 還是放了 董奇昌 例如這個 她寫在一邊 這裏是 的 是 以前的藝人 董奇昌 實際上 他這個畫出來的這張畫 跟董奇昌的作品 對於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實際上董奇昌做的 他不是在拷拷貝前面的藝術家 而是通過對前面藝術家的 一種分裂學的研究 在研究語言 研究皮膜語言 所以 其實 董奇昌的意思是 我都跟學習的時候 一些有看法 就不會 reviewing 講話 不分裂學的 董其昌的功劳是使得中国绘画的水墨化 进一步向主观和用墨来表现主观的一条道路 进一步向一条道路上 董其昌'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painting history 在后面的几百年当中又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幻想 这些重要的幻想把这条道路继续向前推进 他们继续这个发展向同样的方向 这是明末清书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画家 巴达的作品 他画的一个松树和一块石 这个松树如果跟我们一大校园的松树比较的话 这个松树好像生病了 但是实际上巴达在这里想表现的是一颗瘦或风雨摧残以后的 仍然坚强地活着的一颗松树 但实际上巴达在这里想表现的是一颗瘦或风雨摧残以后的 对于巴达的研究 往往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巴达的作品当中所画出的形象有点怪异的 大家比较关注这一点 这个确实是巴达的一个特点 但是实际上从我们具体画画的人来说 其实更关注的是巴达的比较 有很多可以发展的投资的经济 在这些学校或者巴达的过程中所画出色 但是对于巴达的还有团画画出色 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提升 但是在我身上研究的 Pisang 我产心于巴达的证据 胖的证据 我們中國人用的毛筆是非常軟的一種毛 是圓圍形的一種毛 但是這樣的一種筆在拔大的手下就變得非常的剛硬 它畫出來的線條就像鐵片一樣的繪筆 因為你可能知道中國的畫面用的筆 筆是不太軟的,它是很軟的 但是一種很軟的筆在巴達的手上 我們可以看到他畫的線條很小 而且是很軟的 它是很軟的 所以巴達的個性或者它的人格 包括它的人心遭遇 一方面是從它畫的對象形象來打出來 比如說這個 就是受過摧殘的孫柱和翻白眼等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但是更重要的是 它的人格是通過這個筆目 通過這個筆目的樣子 在這個筆目當中可以看到 達達的內心的性格和情緒 所以說這張法師 這張法師是一種很軟的 但是他也會長得很軟的 有些十分非常軟的性格 所以這張法師都會發生 他的性格和性格 非常軟的性格 所以八道在近几百年的美术史上的地位 在我看来,其实主要不是由于它的翻白脸的尿电定的 而是由它的底末的功力电定 老大总是经常获得一个庇护的重点 从中国的研究经济历史上的高领域 但是我相信他的高领域历史上的高领域 不是因为他的大白脸领域 而是由于他的高领域的影响 那么在八道的画质章画的过程当中 用笔和用线 在这个用笔和用线当中 所把握的那种对于语言的这种表达能力 就是用笔和用线来表达自己的内心 表达自己内心的高领 在这个方面,他是做得特别好 他的专业的专业 我认为是他的发展文化 和他的发展文化 去表达他的内心 和他的内心 这个是他非常有名的一个手卷很长 叫《和尚华图》 另一个手卷是一样的艺术 它是叫《Flower on River》 像这样的作品 在八大以后 就是没有人能超过 这个是画得非常好的 就是他在看来非常随意的 这个运语和运没的过程当中 他使整个画面的语言的各个方面 都达到了最精确的和谐 他的手卷和笔 他的手卷和笔 和笔 似似的表现 非常简单 但如果我们去看 所有的课程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课程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非常简单 它是整个画面的 它是非常简单 从任何观点 它是在看似很随意的 李莫桑中 所达到的这种罢名结构的精确性 在八大之后 没有人能够超过 那么在八大之后 之後也還有一些重要的畫家 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重要的生活 在上海的畫家是吳昌碩 我們看到有幾個印象的文章 這個文章在19世紀、19世紀、20世紀 而是吳昌碩 吳昌碩 吳昌碩 是一個研究精神的研究章書寫書法的藝術家 吳昌碩 是藝術家 吳昌碩 是大學的藝術家 在重工資的藝術 藝術家 藝術家將於藝術家的藝術家 他把清代在金氏学研究当中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神明趣味带进了水火花 登陈秦代研究典的仅仅仅仅仅荒 而且是帶領全中國的水溝華派最重要的領導者或者說是七少 所以為了這個原因 他成為了一名的女性 並非在上海派遭遇 但為了女性的女性 從中國的長20世紀 他的作品跟前人的不同 也是表現在筆墨結構和筆墨結構 所傳達的精神感覺之間的一些變化 他的新的影響 比起前的老師 也從他的新的新的文化 他的作品 讓人的感覺就是氣很足 力量感很足 這個氣是一個非常難 我想是一個非常難發言的詞 但是在中國文化當中 它是一個內心的內在的精神力量的一種表現 他的這種氣即使通過形象 比如說一顆松鼠 非常健壯的松鼠 也通過形象的表現 它更加重要的是通過筆墨來表現 他很強的臉 或是很強的氣 他的臉 當然是在他的項目中 非常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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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更重要的是 他的筆墨 整個二十世紀的一百年 在這個一百年當中 最重要的中國的水魔畫下 都是沿著這條道路往前走的 他們都是企圖用這種非常柔軟的毛筆和這種非常柔軟的紙 在這個柔軟的毛筆和柔軟的紙的碰撞當中 表現人的內心的強大的氣 或者說精神一點 他們都嘗試用這種柔軟的刷 和柔軟的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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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柔軟的紙和柔軟的紙的紙的紙 對於柔軟的紙和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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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對於柔軟的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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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昌碩影響了近一百年來的水魔畫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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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莫夢當中 吳昌碩影響了近一百年來的大學 像齊萊蘇 吳昌碩影響由吳昌碩影響 吳昌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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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沒有吳昌碩揍影響 吳昌碩影響 吳昌碩影響 同時,另外一位畫家叫毛兵紅 也在同一個時代當中用山水畫這樣的題材 來達到同樣的一個用毛筆來表現氣、 毛筆來表現精神的這樣一個物體 幾乎在同一個時代,黃兵紅 他嘗試做同樣的事,但在紫色的畫面 用柔軟的刷子和紫色的刷子 讓他表現強的自己 所以黃兵紅的畫,他的山水畫的山水都黑,都厚 這就是黃兵紅的畫面的畫面 這是黃兵紅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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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兵紅的畫面 這就是黃兵紅的畫面 這是黃兵紅的畫面 這就是黃兵紅的畫面 是黃兵紅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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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潘兵紅的畫面 這幅作品也是潘兵紅的代表作品 它是完全用筆的 韻律筆的節奏 來表達作者的美心 這是黃兵紅的畫面 這是黃兵紅的畫面 這是黃兵紅的畫曲 這是黃兵紅的畫面 這幅畫是黃兵紅的ING 這幅作品也是這樣 它完全用很濃的畫面 真正是黃的花有蛋白 它畫的內容是一棵樹樹和後面的一塊大的森園 The painting is about a pine tree and a huge rock behind it 但是除了這個內容之外 它更重視的是表達內容的形式語言 就是那個笔墨語言 但是它是關於笔墨語言 或笔墨語言 是關於笔墨語言 是關於笔墨語言